其實不關心的是 歐錦冬月娥時節中美麗營營 今年特別邀請到 中華司法大學美食學的 陳依凡高雄幾位主題店 當時立即合中基盤大型瓦棟 現場中有立場下生比賽 參觀遊戲合謀菜店 歡迎民眾擁有來參加 李空義國黑金段月娥時節 已經賣了第14年 今年跟替兜月娥時川菜都進化 邀請中華司法大學美食學學 陳依凡高雄撤尾 15號文豪協特別基盤記者會 市長頭身體和全翁參加 嚴重藝術家的作品 市長頭身體表示 今年是非常趣味的主題 它就清除是內飾鏡一樣 將生命中的各種循環 很兇 以藝術形態定現在眾人安靜 這個內飾鮮凝 有一點好像我們在做內飾鏡一樣 把它放到胃裡面 大廠裡面 把它顯現出來 那當然這個內飾鏡 不是放到大廠 不是放到胃 它是放到作者的內心 那從內心裡面再把它顯現出來 所以這非常多它內心的一些感次 它是變成一種外顯的東西 至於外顯出來 你要怎麼樣去解讀 你要怎麼去欣賞 這個充滿了一個 非常有這個讓你自己可以 透漲的空間 我們覺得這很有意思 一共有四個展覽廳 請大家都來看 今年這段藝術節 特別邀請14位 國內外藝術家參展 並於不同世代 性別 文化背景 美術形式 共同探討的藝術的基本 其中陳建北老師的作品 《換我真我》 其實透過的低畫質攝影 以及各種美術 將自身的背影到在作品中 將自我的計特觀定現在民眾安靜 影像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在整個片子裡面 從頭到尾 就是我在拍 是我在拍 但是裡面有很多的部分 我透過水 我透過鏡子 我透過玻璃 我透過行走在地面上的草的影子 也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畫額 我其實都是介入的 我都介入在畫的作品裡面 但是在這裡面 你說它是一個幻影嗎 但是它又是我的部分的一個連身 那就真實的面貌 我這個肉體 我這個我的存在 在它不斷地經過 我的身體的投射出來 在跟不同的影像做結合 模樣就表示 日空以後黑金段的藝術 將由這日起到一百空五年 一月三河 在四河、五河村口 完山展場 連工棒 讓我講到電視 日二十一日開幕多當 將有立場下心比賽 衝刊多當 無策定 該市政府不可以歡迎 那些藝術的朋友 在哪嘉義 感受藝術的魅力和活力 生日新聞上面 該市彩虹報道